柔佛居鸾一名30岁印翼男子去年在油站商店持刀抢劫 逍遥法外超过9个月之后最终被警方逮捕 调查发现这名男子不止一次干案 而且还是一个瘾君子 居鸾警区主任巴林今天发文告指出 警方根据线索昨天下午4点半 在拉秧拉秧一带将男子逮捕归案 这名男子去年6月到一家油站便利店洋装购买饮料 结果在柜台亮出了一把扒冷刀 威胁工作人员交出6000令吉钱财 钱拿到手之后 嫌犯骑着一辆蓝色摩托车逃之夭夭 油站工作人员马上报案 但他们没看清楚摩托车牌上的号码 无法提供更多线索 庆幸的是被劫持的员工都没有受伤 调查显示男子有三项犯罪记录和两项毒品前科 他的尿检结果对毒品呈阳性反应 这起案件在刑事法典结果持卸抢劫条文之下 展开调查 一旦罪成 最高可判处监禁20年以及罚款 观看